火器 火器到餐 来 那个四年度金 包括 那个上一个礼拜的我们没有讲 然后下个礼拜又是感恩节 所以等一下你们看 好 这个 这个是上个礼拜的 这个是这个礼拜的 这个是下个礼拜的 所以如果每次这样的话 一讲会一大堆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样子很乱很渣 所以从现在开始 每次呢只有讲一次就好 然后我们的周报 我们周报的华礼堂下面有那个进度 就是有礼拜有华礼堂就勘进度 没有礼拜就没进度 这样你就会每次只有一节 这样比较简单一点好不好 好 那这一次今天就讲这个 出埃迪基第九章到第十三章 我们再讲出埃迪基的时候 我们再复习一次 我们整个旧约是包括 摩西五经跟立华书 这个就是旧约的主轴 然后其他这个智慧 诗歌书 大小先知书 就是都是在独装等等 就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讲到 摩西五经的第二本 出埃迪基 那出埃迪 整整整整40章 他的内容怎么样 第一个 第一章到第十三章上 都还在埃迪 第十三章下 开始出埃迪 从埃迪出来 到第十八章出埃迪 第十九章 到西海山 然后呢 从第二十章 一直到四十章 加上立卫记 整个二十七章 加民宿记 第十章 一共五十七章 通通在西海山 到民宿记 第十章 才开始离开 西南山再继续往前走 所以你们知道 从出埃迪基 第二十章 十九章 走到西南山 二十章开始一直下去的 整个五十七章的 圣经都是在西南山 没有到 好 那这整个四章 它是分成在埃迪 出埃迪 然后在西南山 那在埃迪 我们讲过了 因为以色列人开始 能够膨胀 经过七百年以后呢 就比 就说到埃迪人 已经觉得有压力了 所以就开始给他们逼迫 给他们建成 然后杀他们的男婴 但是他们就抱怨 神就为他们准备 准备一个拯救 就是摩西 那后期 后来摩西就出生 摩西 因为他杀了一个埃及人 所以他就逃跑 离开埃及 但是四十年 他四十岁的时候 神把他召回来 八十岁 他出去四十年 神把他召回来 好 到了以后他就会开始去见法老 然后要把这个以色列带出去 但是神任凭法老新纲印 新纲印十几次 然后就最后就是用十灾 把他们修理完了以后 法老就在那边出埃及 那神叫这个十灾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埃及人知道 他才是唯一的真神 唯一真神 就是让法老这个 结果这个十个灾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知道 神耶尔瓦是真神 这个是十个灾 好 那我们今天回去 这十个灾 其实都是在对付埃及的神 每一个灾 都是在对付埃及的神 这个是 每一个灾都是对这个人的神 比如这个黑暗之灾 对太阳神 好 那这个礼拜回去 会读到第七灾 这第九章里面 是在讲五六七 那这个第七灾 冰袍的灾里面呢 可以看到什么 法老他看到这个 冰袍这个灾害的时候 他曾经讲了一句话 他说耶尔瓦是公义的 那第七灾 但是这个灾害过去以后呢 又新印了 他看到这个冰袍直了以后 他又开始新印 所以呢 就在接着第八灾 第九灾 第十灾 第十灾 第八灾 狂虫的以后呢 这个 他的百姓 他的城土 去跟法老说 诶 这个埃及也已经这么败坏了 被神修理的七六七灾了 为什么 你还这样子呢 那法老就说 好啦 那就说 你们谁要去 那个摩西斯跟法老 那法老也让我们去那边 那个旷野去那边 那边拜得很神 法老就说 谁要去的 摩西斯就说 这些老的少人通论要去 那法老也不行啦 壮年人去就好了 所以他就破裂了 好 接下去呢 这个法老呢 接下去的时候 他又讲了 我得罪了耶尔瓦啊 都得罪了你们可以去了啦 但是 这个黑暗灾 一过去以后呢 还没 黑暗的 这一次要来的时候 法老就说 你留下牛羊啦 要谈判 那摩西斯说 我们没有牛羊今天怪什么 我们牲畜一定要带去啊 所以呢 法老不准 又谈判破裂 然后黑暗灾又来了 然后法老就 这一次 那个黑暗 法老叫他来 摩西斯 法老就对摩西斯说 你离开去好了啦 你不要再见到我的面 你再见到我的面啊 你一定要死 你要死 摩西斯斯说 你这也没去见人面啦 反正第九灾 大家都铺开 就没再见面了 好 那第十一章呢 神跟 摩西讲 你去跟你车人讲 你们要离开的时候呢 你可以跟埃及人拿精气 银气 然后 这个那个 半夜呢 我叫那个死者出去的时候呢 他 我会把所有的 他们的长子 跟一切 头身的身处 通常给让他们死掉 那时候呢 那时候呢 你们就可以 把他埃及人的东西 金气 银气 他们会给你 就带着东西出去 这是要出来的之前 神告诉摩西 叫摩西 告诉百姓的 好 那第十二章 就是最后一栽的 第十栽 就是杀他的长子 但是 要杀他的长子之前呢 你们那天要索预月节 就是 一月十号 你们要准备羊 然后十四号 要宰羊 然后呢 把这个血涂在你的门楣上面 就是我们现在 大家贴的那个红 那个门楼就是 红色就是这个 然后呢 你们要索预月节 就是预月节的时候呢 不可吃生的 不可吃水煮的 你要用烤的 然后呢 在索预月节的时候 你们要吃 在吃的时候 要把腰带绑好 随时准备 就要出花了 这就是预月节 预月节就是 神会派他的使者 来看到你们的门 有弄红色的 他就预月过去 叫做预月节 好 你们要吃无效宇七天 第一天跟第七天 要有神会 然后你们子孙 一定要索这个定律 好 结果呢 就那天 埃及人的长子 因为他们没有弄 那个羊羔的血 所以 那个使者就进去 把他们所有的长子都杀掉了 那佛老 就赶快 最后这个地词 再给我吹出一次的人 然后你们赶快离开啦 然后他们就真的 把埃及人 拿了一些 精进的经理就离开了 这就是在土 每一个人 土红的 红红的 然后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这个使者就进去 开始杀 没有弄血的 就进去 他的长子就杀掉了 连 法老的 长子 都死掉了 好 那 真的吗 真的 这个法老的长子 死掉了吗 我一直讲 你们不要以为摩西五金是传说 因为古埃及 他们的历史是非常详细的 留下来会非常详细 你可以去查 结果 你可以查到 埃及的那个 第十八王朝 十八王朝 这个 亚门诺韦斯二世 这个 就是 那时候的法老 已经正 他们历史已经正了 正就是那时候的法老 好 那如果他是法老的话 他的长子是不是被杀掉了 那他的长子既然被杀掉了 他下一个 这个 杜德摩西四世 这个不应该是长子 这样对不对 如果 他的长子没有死掉的话 这就是他的长子 好 那这个杜德摩西四世呢 他们去查 结果怎么样子呢 你们有趣或爱情的 就看到什么 人面狮身像 对不对 那个人面狮身像 你的下面 他两个脚那边 终于有一个 这个卑微 那个卑微写怎么样呢 那个卑微写说 哈基斯 就是他们的太阳神 有一天 跟杜德摩西四世讲 他说这样子 我这个 人面狮身像 被杀盖住了 都没有人看得到我 你如果把这个杀通清掉 让我这个人面狮身像 又浮出来 让人家看到的话 我就让你当法老 那时候 亚伦诺维斯 是他的 是在当法老 那如果他是长子的话 他有需要这样的吗 当然不用 对不对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 杜德摩西四世 他做到这个梦以后 他就去 叫人家把那个杀通清掉 所以那一个 我们现在去看 那个人面狮身像 就浮出来了 所以人家就看到了 结果他就认得做了法老 所以 那个编文上面有写 觉得我是你的父 哈马基斯 就是良神 然后呢 那我会把 我在地上的王国 示给你 所以 这个 果然就做了法老 所以你在这个历史上的 这个 这个第十八王国 你查的话 这个法老 他是 他是不是长子 所以 这个杜德摩西四世呢 就把那个杀清掉以后 他果然就做法老 所以在历史上 你是可以证明 这个 摩西 那时候的 法老 他的长子 真的被杀掉了 好 他就是这上面 写的一个故事 哈 这个就是当时 这个时候去 那个 去 那种 血在这边的 就没事 没有人通通死掉了 好 那以色列就可以离开了 离开以后呢 大约有六十万人 男人 男人六十万人 所以他们估计 当时候 以色列出来 应该有两百五十万人出去 那你会不会觉得 两百万人 在沙漠上 可能吗 他可能这样走吗 他们应该算过了 给他们算过一排多少人 一排跟一排中间 有多少 这样整个距离的话 是可以的 你们不要怀疑 这你们就算过了 好 这两百五十万人 就出去了 那以色列在那里 埃及共住了多久呢 住了430年 好 那接下去呢 可能规定 你们要做 吃那个不孝节 就是这些规定 外方人 都可以吃啊 那个铺 可以吃啊 怎么样 看就知道了 好 第十三章 叫他们要奉献佗生的 因为埃及那边的人 他的佗生通常死掉了 你们以色列人的佗生的都没有死 对不对 你们就要献上来 用钱数回去 然后呢 以色列人的佗生的 因为都没有死 所以本来应该要死的 他们没有死 所以你用钱来换 然后几下就有规定了 接下去 这个有讲无孝节的规定 跟要加他们要分别为甚 就是要吃无孝饼啊 要用陀这个俗位 就是每个人要多少钱 这个 第一个规定就是要吃无孝饼 第二个就是 要那个陀生的牛羊 就规定 那个利未了 那个炉就用羊来代替 然后呢 男生每个人交五个食客了 就把那个数回去了 你们男生就不用奶了 你们就丢在家里 好 好 就吃无孝饼啊这些 然后他有一个规定说 你要在手上 额头上做纪念 这个以色列呢 就看这个刺啊 就认得照做 他说你在手上 额头上做纪念 怎么做纪念呢 他们就开始做纪念 就把这个 额头上 这个手上的纪念呢 一直演变变变变 变成什么 变成一个经文甲 就说他做纪念 纪念什么呢 他们就去圣经去找了 找了诗节圣经 找诗节圣经 把圣经放在这个盒子里面 就叫做经文甲 就是这个诗节 看到吗 这个诗节 圣经里面 写得很小字很小字 然后就是这样 然后把它卷起来 然后他就放在那个 夹子里面 就戴在额头上 照圣经讲的嘛 放在额头做纪念 手上怎么做纪念呢 就你看看 就知道去做这个袋子 从宗旨开始 转转转转转转到这边 好 在手上做纪念 里面有圣经经文啊 额头上来 就是这一个 但是 他有的还不过 他就在门 每个门要进去的地方 又晃一个 这个盒子 这样子的 里面都是诗节 圣经节 在这边 所以你到以色列 你每次要进房间 旅馆 我们的旅馆 每一个房间 门口 都在里面这边 他们要进去 摸一下 去去 就是他们 在手上 在额头上做纪念 他就这样子做 那另外呢 他们还有很多规定 所以规定到最后呢 他们说不能做工 那我讲一个就好 他们在旅馆 对不对 那个电梯啊 按五楼 按五楼 这个算不算做工 他们说也很可能是做工 不然这样子啦 那个电梯呢 每层楼都停 所以你进去 你就不用按了 他就一楼停 二楼停 那我就五楼再出去了 我就没有做工了 对啊 好 那 他们第十三章以后 就出去埃及了 那出去的时候呢 从埃及 要到那个以色列 神过去就到了 菲律师帝啊 从菲律师一过去就好了 但是神 不让他们从他们过去 神叫他们绕道 好 然后出去的时候 另外一个他们 约瑟 他们有交代 约瑟有交代 我的海骨 要把我带回去以色列 所以他们真的把他带进去了 好 那他就从这边开始出去 从苏格起行 然后再以堂安宁 那这个有个地土 就在这个地方 苏格 那你看这个土就好了 埃及在这边 以色列在这边 是不是这条红色一过来就到了 神不让他们走这条路 神让他们上去以后 就下来 从这边绕过去 这以后会慢慢讲那个路线 只是要让你知道 圣经这边所提到的 现在开始 只是从苏格到以汉 本来这边就过去就好了 但是神没有 只让他们绿色再这样转下去 但是在途中 神用云柱火柱一直败着他 这个礼拜回去 就是读到这个地方 好 来那个金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